今年CBA季后赛辽宁南篮的表现可谓是风华在线 成功未免已尽在咫尺 但是在这团队背后 封线新兴吴昌泽却无法成为这支冠军之队的一部分 他甚至没有得到过一个季后赛的出场机会 可以说是被彻底弃用 吴昌泽新秀赛季的表现非常惊艳 场均21分中能拿到5.7分3.8篮板 3分命中率高达40% 被视为辽宁南篮封线的未来 然而吴昌泽却高开低走 近两个赛季的表现却越来越差 在本赛季常规赛期间 他仅代表辽宁南篮出战了20场比赛 场均上场14.1分中 交出2.9分2.6篮板的数据 这样的表现显然无法获得主教练的信任 进而在季后赛中 他连一场比赛都没有打 更进不了12人大名单 对于吴昌泽的现状 杨明曾在记者面前 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在训练中的态度问题 这也许是吴昌泽 未能得到更多机会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辽宁南篮在本赛季采用了严格的轮换制度 杨明对年轻球员的选拔更加严格 在李小旭 富豪等球员的持续爆发下 吴昌泽在大前锋位置上的竞争力逐渐丧失 此外 杨明在季后赛中 对年轻球员的使用也呈现出保守态度 使得吴昌泽难以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吴昌泽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 留在辽宁南篮还是寻找新的机会 尽管辽宁南篮竞争激烈 但吴昌泽如果能找回到他最初的竞技状态 仍有机会重回主力阵容 当然 人挪活术挪死 吴昌泽完全可以去其他球队碰碰运气 毕竟他还年轻 他的天赋和技术并未消失 只是需要找回自己的比赛热情和训练态度 那么你认为下赛季辽宁南篮 还有吴昌泽的位置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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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